我們看一下水素大的跟阿水大的 想要問一下 現在柯文哲跟黑金的距離還遠嗎 其實我覺得現在 為什麼大家會發現文哲大的 這個字詞在網路上掀起這麼大的討論 討論度非常高 非常高 不論你在這個PTT上面 在D卡上面 甚至在臉書上面 事實上他討論熱度非常高 但是這個是 我自己知道是因為四茶帽 他那時候就找到了 一天一爆 對對對 他就找到了一些身穿背心的這些幹部們 他到底有哪些事情被羅列出來 但我必須說啦 其實我們都還知道 有一些還沒有被爆出來 對 還有這個 還有一些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但我只能說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真的是為之震驚 就是我們完完全全可以接受 也完完全全可以相信 每個人都會有犯過錯的時候 但是為什麼 今天民眾黨的這一些比例上面 或是人數上面特別高 而且這些人都可以位居要值 你要知道 我們之前那個陳鴻伯 跟那個IMB的那個主席 拍一張合照 對不對 當時黃國昌站出來 哇大罵說 這個就是黑道勾結啊 你這個就利益輸送啊 對不對 你也拿他的車 住他的這個房子 欸奇怪 這些事情現在在民眾黨 不就正發生嗎 高鴻安不就正在做這件事嗎 可是也很有趣喔 你有看到黃國昌 這時候有出來說什麼嗎 有人甚至質問他說 這個黃國昌 你要不要說來講幾句話 他說 我沒有立場要求柯文哲 哇 那這對於一般人會覺得說 你這個雙標也太明顯了嘛 我覺得今天我們身為一個 你要對公眾議題做評論 大家都站在同一個利潤基礎嘛 如果你過去批評說 這個民進黨過去有誰 曾經有過這些所謂的前科 或是一些不好的紀錄 哇你今天講的 講別人的時候 我講這麼大聲 就輪到自己就說 沒有啦 他跟在我身邊就會變好人 就一切都沒有問題 今天我比藍綠乾淨 對啊 這個真的是鬼才相信喔 這個鬼茶水不相信 鬼才相信 那鬼茶水不相信 就是你不能看待別人的時候 你就說我用聖人的標準 要來要求別人 看待自己的時候 我們就用什麼樣子的標準 這個太難去說服別人 那這些人過去都是成為 地方大老有這些前科在 只是因為他們有政治利益 他們有地方上影響力 所以過去我們的高道德要求 我們都不要了 只因為他在地方上有人脈 他有最直接我們 這個民眾黨所需要的政黨的 這個選票轉換能力 說我們要他 一個新的政黨成立 真的不是這樣子 真的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只能說 民眾黨好好加油啦 好友誼讓你補充一下啦 現在大家說這個民眾黨 都是各地都是堂口 那大家對於民眾黨就是說 要超越藍綠嘛 不過現在染黑 而且是一天一黑 完全沒有停下來的趨勢 結果你們阿伯說 我比藍綠乾淨啊 很多人說那現在在比爛嗎 好 我先講一下剛剛那個李全教那個事情 其實他是那個台南黨部主委 蔡婉晴他自己 個人他去參加這個場合 因為他知道說 其實黨這邊並沒有說要公開的支持 或是真的去支持這位李全教 所以他就沒有穿背心 但是他個人這樣去這個場所 如果真的是黨要支持的話 第一個 我們的立委的提名人的話 一定就會公告出來 會過我們的中央委員會 全部都過了之後 就會公告周知 所以那天他也知道這是一個比較可能會造成一些敏感的話題 所以他就沒有去穿背心過去 那他到那個場合當然就是也是儘量多去一些公開的場合 或是一些活動去宣傳柯文哲 所以這是他他個人的一個活動在這邊 那剛剛有講到這個黑金的問題的話 其實很多人就會來說 那民眾黨你是怎麼樣去規範內部的這些黨職人員 黨公職人員 這邊我就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首先第一個我們會依據這個所謂的 警察刑事記錄證明核發條例第六條 也就是所謂的良民證的核發條例的第六條來去做 只要是有我們現在我們所有的這個黨職人員 必須要上繳良民證必須要有這個記錄 我們才會讓他當這個 也就是說證明他的過去沒有一些犯罪 重大的這個犯罪紀錄 所以這個良民證是我們第一個要求的 再來他的現在 這是他的過去 這是他的現在的話 台灣民眾黨的這個地方黨部無刑事記錄竊節書 他也要來簽這一份竊節書 就是你沒有裡面相關等等的 這一些的刑事的這些罪 這些罪行 那如果被發現實際上有這些罪責 有這些罪行 而且都是定驗的話 我們發現他說謊的話 那我們就會直接解除這個委任的關係 那這是過去與現在 至於未來的話 我們也會要求這些地方幹部要做一個承諾書 就是他不能去做以下這些種種行為 像是詐騙或者是組織犯罪行為等等 如果違反以上這些的規定的時候 就必須要賠償台灣民眾黨所受的損害 而且要負一切的民刑事的這個法律責任 所以對於一個要成為我們黨職人員的 我們從他的過去現在到未來都有高標準要求 那關於我們的提名人要代表這個台灣民眾黨出來參選的這些候選人 我們也有相關的規定 除了這個法律上消極的資格之外 其他的部分我們也加重了非常多的這個要求規範 必須要符合這些規範才能夠被提名 所以呢 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你們的規範前中後都有嘛 那你看你們與其讓四叉貓一天一報被動的被報 你們現在有沒有趕快進行一個 來大家來討論一下 各黨部大家是來查清楚一下有沒有 是現在目前這個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的黨部已經其實這一段時間 早已經開始這個所謂整個整體的盤點了 已經去看我們所有人的狀況 這些黨值人員的整個狀況 未來會